你好,欢迎收看5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现在今天新增了860例的确诊个案 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说配合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因应社区广泛流行兼顾风险管理还有维持公卫防疫量能 5月17号开始调整COVID-19确诊个案 同住家人密切接住者的居家隔离政策 针对已经完成3剂疫苗接种者免除居家隔离 改为进行7天自主防疫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号宣布 为了因应社区广泛流行兼顾风险管控 以及维持公卫防疫量能 从5月11号开始调整COVID-19确诊个案 同住家人密切接住者居家隔离政策 针对完成3剂疫苗接种者免除居家隔离 改为进行7天自主防疫 我们从明天开始 最后就绿定了 对于所谓的同住家人 确诊者同住家人 采取0加7的措施 那这个记得 要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措施的人 必须要打满3剂疫苗 一定要打满3剂疫苗 那打满3剂疫苗之后 所以如果你要在出门前去做快3阴性才能够出门 或者去上班 那如果你没有做快3阴性 不是快3阴性 还是尽量在家里面不要外出 我想这个政策不溯及既往 不溯及既往 所以你之前是3加4的就继续3加4 我想这部分在这边再跟我们的乡亲做个说明 中央行指挥中心对于很多政策的滚动是非常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 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随时每天下午3点 注意我们的花莲县的防疫疫情的说明 那不仅仅可以了解我们目前花莲的疫情的状况 更重要里面有很多的政策的宣导 也让你能够明确的了解 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了解我们的政策之后 能够协助我们跟你左右灵舍去做宣导 也让我们的乡亲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的防疫措施是哪些 我们的防疫作为有哪些 这样子知道就让你比较安心而不会恐慌 最后表示有确认个案同处家人较为亲密的接触者 接触之后可能有发病以及感染他人的风险 防疫确实遵守自主防疫的规范 自主防疫的期间 非必要不要外出 外出需要两天内夹用抗原 快筛阴心证明 且外出的时候应全程被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也不要出入人潮涌起场所 或不太定退想接触 记得继续发送到